大家担心的是会重回去年夏天的疫情惨况 拜登总统在今天发表了演说 他要美国人珍惜上天四福 而所谓的四福就是美国政府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疫苗可以打 拜登也说 呼吁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每位新接种疫苗的民众 100美元的奖励金刺激施打率 另外也将扩大疫苗有薪假补助计划 先前的有薪假只限员工本人 不过未来如果企业提供员工有薪假 让他们带家人去打疫苗 也可以获得政府全额补贴